Hello 各位朋友,歡迎來到高達老母 Welcome back to Gundam Lomo,歡迎回頭加達老母 有些朋友都留言,叫我快點做多些機體測試 所以就順重要求,特別做了這個 Gundam Mark IV 的機體測試 這部機器我是用副帳號去抽 所以我會打完格子,你不會知道是我的副帳號 這部機器也相當有趣 我用起來都是覺得,嘩,好玩的 所以這次就跟大家試一試,分析一下這部機體 以及有一個實戰會放在後面 好,事不宜遲,馬上開始 我們先看看機體說明 這部機器本身的設定在很多本設定的畫集裡 都其實不是太多 突然間他做了一部這樣的東西,其實就相當開心 但想不到它真身出現過是在G-Gen 也都沒有玩開G-Gen 所以就沒有特別留意 如果想詳細看的話,就放下這版去看看 機體本身就是中判 它的環境適性竟然是綠地 我覺得好像都挺特別的 因為它本身有AMBAC Level 2 所以很奇怪,我不太明白為什麼 無論如何,600COS來說 機體的HP有17500 那就不算很多 看看先,不如我只開600COS給大家看 對了,600COS,我不是很多機器 因為這個帳戶比較新 那... 咦,它在哪裡 在這裡 17500真的不算很多 你看看我現在手上的機體 多數都貼近2000 所以17500其實真的不算多 而防禦來說,都是一般的水平 只是實彈防禦比較低 射擊修正和格鬥修正 它是偏向格鬥的 我都會給它多一點格鬥的部分 速度來說是算高的 但是高速移動又不算特別高 225不是算特別高 推進器是65,回轉是69 回轉我覺得OK 但是推進器呢,我待會再講 好,進來先看一些武器 這支槍呢,就350 射程不算遠 攻擊力又不算特別高 那麼... 叫做可以一發打停 但是它的登值呢 有時候有些叫做戰甲 還是什麼損壞控制那些 就不可以一發打停了 這個要特別留意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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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沒什麼特別的 那... 有時候我打... 打一些機體啦 那它會射三次啦 那... 但是都是講幾百幾百 那樣扣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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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什麼大意思,而且範圍屬於相當小 300米,你真的要走到很近才有用 然後到這個盾,這個盾也蠻漂亮的 而且它的HP也算很多,有一萬 問題是用得著就是另一回事 好,我們先看看技能 腳碰減陣Lv.3,好像蠻厲害的 防爆機構,Lv.1就一般 急回,空中控制,動力加速 它的動力加速是兩刃相交 以及格鬥被彈開的時候,又不是太有用 因為我看新白也有說 如果你本身在用刀的時候 你有動力加速就好用 但是因為你現在只有一個格鬥武器 其實就沒什麼大意義 剛剛好像忘了說武器 攻擊力2750,算是挺好的 但是就是小感一樣格鬥武器 就是有一個格鬥武器 A and B J C C有Level 2 這個是蠻不錯的 而且會轉性能加3 在這個宇宙用簡直是一流 格鬥有連擊兩下 強噴,強噴都有用 因為這部機其實是滑行機 幫了一點點 連結觀察情報 這個跟這個有什麼分別呢? 我覺得好像沒有那麼大分別 所以我覺得沒有特別的用途 腳步特殊緩衝 它已經加了15%的腳甲給你 但是在這個地上的實戰 我都試過幾次是打爆腳的 所以如果大家有位的話 可以考慮加一加腳甲Level 1 標式沒有什麼用 那麼力宗是非常之正的 再加上偽裝 那麼裝敵人呢 這兩樣東西加起來 就真的非常正了 但是怎樣有力宗有偽裝 就要靠這個最新的功能 叫做特殊潛入當治 只要你觸碰一下 觸碰一下 觸碰一下 按一下它 就可以在藝裝和力宗切換 這個功能其實是相當有用的 在Gameplay的時候 再跟大家示範一下 好了 這部機呢 你看到那個PASSOG 都挺古靈精怪的 中距離真的很多 接近距離就比我預期中少 所以在我組裝這部機 都是相當難的 而且我這個帳戶就算新 所以那些PASSOG都不太夠 所以最後我就這樣組裝 攻擊力呢 其實我是想加到60以上 因為這部機最強的攻擊 其實就是下格的 但是呢 很多滯爪 變成就組裝了兩個格鬥上去 那就用不到Lv5 然後呢 我特別是加這個噴射 因為其實很不夠用 現在也可以測試給大家看 這個噴射呢 加12 再加上這個噴射是加5 所以我可以加17 變成80多 我才覺得稍稍夠用的 OK 那有另外一個 有另外一個叫做裝備 那我其實是 通常我都會 現在通常都會用的 就是冷卻系統 但是冷卻系統呢 一加基本上就 你看到很多都是佔用了近距離的PASSOG 那變成如果我用冷卻系統呢 就搞不定 那所以呢 都是用回傳統一些的 只加噴射 以及用這個中空骨架 那它將那個推進器就加到82 那好啦 那剩下這些就加能源 那還有加這些 加多少少防禦 那樣的 如果大家有些更加好的 叫做什麼 裝配的方法 那大家分享一下 好啦 那還有一樣東西 好像剛剛忘記說的 就是強化清單 那強化清單 去到Lv.4 就是 加盾牌 然後又加複合槽 複合槽就很重要 那要去到Lv.4 才加了 就遲了少少 那這個呢 它可以給你格鬥修正 那真的要再加多些格鬥 就會好些 那如果是去到預期 最高Lv.6 那就加6 變成那個格鬥修正值 都是加到58 不算很高 我想再高一點 好 那就來到這裡 可以去試一試 那就來了 好啦 最重要是試一下 增加了80多 可以去到什麼程度呢 1 1 1 2 3 4 5 可以去到5下的 回復速度呢 都是偏慢的 那所以大家要留意了 那就試一下反向先 1 2 反向是差少少的 那滑行機的死症 沒辦法了 好 那等待的時候呢 那 看看 Overheat的時間呢 它的回復速度會快很多 那所以呢 要麼用 要麼用完 要麼就不要搞那麼多 好啦 試一下距離先 現在呢 我的噴射是加到80多 那大家可以看到 那個距離可以去到 這個位置 叫做中規中矩的 但是呢 我之前沒有裝過任何東西的時候 那個距離大概是去到這個分岔路口 我就覺得是相當少的 那所以大家要留意 那個叫做 那個距離 那個噴射器 記住 加上去 好 試一下武器換裝的速度 格鬥武器和主武器的換裝速度 大致一樣的那個速度 然後呢 這個 兩個射擊武器的速度 亦都是大致一樣的 去到 精神感應 變紅炮 那就差不多 差不多 那 所以呢 大家就要看回 那個 重新裝備的速度 又有幾個 那來試一下 這個主炮呢 空中射擊一定一點沒有問題 因為有空中控制 而這個 波頭炮呢 空中應該都不行了 不行啦 聲音空腹了 這個感應炮呢 應該沒問題的 咦 都不是空腹了 好 再來一次 都OK 這個OK啦 這個落都沒什麼特別好事 這個真的沒什麼特別 我們試一下蹲下可不可以 趴下這個應該沒問題 先兇拋 趴下 趴下都沒問題 放上去就放上去 好 到這個草野炮 哎呀 草野炮 草野炮 我猜趴下都沒問題 大家都沒問題 好 來到這裏 先做Combo 先起手這個 我會衝一衝 make sure 可以向前 接著就落下格 因為有時 下完下格之後 會失手 好像這樣斬不中 所以我都會滑行機 我都會衝前走走去做下格 那好啦 試完這個給大家看 這個呢 這個Stun呢 好彩 就Stun到 不好彩呢 就會好像這個樣子 對 試這個 一炮啦 兩炮啦 三炮啦 不停喔 要這樣打多一炮呢 才可以的 其實呢 可以再加多一炮 才會再落多刀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然後呢 普通的Combo 就知道是這樣啦 但實戰呢 有時我都會這樣 打兩刀 可以射多槍 再斬兩刀 沒得射啦 這樣也是相當不錯的 所以這個Combo 簡單單單 如果大家是習慣這些 Mark 5 我相信大家會急忙 但有一件事我覺得 比較麻煩的 就是這個 這個 駁頭炮呢 是很難 很難射 你這樣呢 他那個叫做 射擊延遲呢 都是相當高的 好啦 那試多最後一件事給大家看 就是 這個駁頭爆是否可以穿透呢 是不可以的 好啦 那大致上 就這麼多 那我們 立刻去實戰看看 好 今次呢 特別選擇 宇宙 當然 是要轉個 黑一點的顏色 在這個 宇宙空域的 飛來飛去 那好啦 這條 影片呢 最主要是 測試 那個 偽裝 和 匿蹤的 功能 在宇宙 尤其是 這個地圖 是相當之好 你一出場的時候 他就是 已經預設了 是這個 匿蹤的 那我就會 慢慢 用匿蹤 去接近這個 敵人 打他們的背部 還有呢 Mk4的敗刀 真的 長到不得了 無論敵人 在低一點 或者高一點 你一辣 就辣到他 所以 用Mk4 Mk5 這些刀 相當過癮的 還有 現在 開了 匿蹤 那些敵人 基本上 都不會 怎樣發現到 你的存在 所以 你慢慢 慢慢 射 就很容易 可以 打停到對手 對手 還有 落刀 最緊要 就是 落完兩下刀之後 你再 落多個下格 或者N格 也是相當之好 一槍 一刀 很容易 就可以掌握到 而且 加上 本身這個機體 是有這個 AMBAC的 Level 2 在宇宙的移動 我覺得是相當之好 而且 當然 要贏 遊戲 最重要 要抽到好的隊友 你看看我們這裡 五隻機 叫做 幾合拍的 加上 我這個 滴中 在敵人後面 或者其他地方 打是相當 輕鬆 但是剛剛 那炮 薄頭炮 是很難 打得中 所以 斬下 人仔 斬草 要脫根 幾乎 如果你有匿蹤 就開始 可以圍射到 對手 去到 剛剛這個 城鋼 有幾部 敵人 我就會開了 這個 現在 打完人 我就開了 這個 現在在 力中 這部機 就看不到 但是 很可惜 不是每部機 都能夠打得挺 這個 是這部機 的美中 仍然是 偽裝 這部機 就發現不到我 所以 可以做到 一個 特殊 現在 就假裝自己有 看看他 見不見到 應該其實是見到的 不過 不幸 我被 之魔炮火打盡 之魔炮火 有時候 你很專心地 打敵人的時候 就留意不到 到我出場的時候 當然是看 敵人在哪裏 我就 打哪個位 有少許時間 看到同伴 也不只剩下很多 男人 就試試 開支援炮火 嗨一下 也好 但是很有趣 他們 圍在一起 打 我們一號 雷霆 FA 但是 打幾個打不死 結果 會怎樣 大家應該會看到 一次過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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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下叮叮叮 即是 打爆了三部機 好 被人轟死了之後 可以再找個地方 再出過 在宇宙好 地點也好 這隻 EWAC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威脅 經常都被他扮成隊友 被他打後面 宇宙也是 地上也是 所以現在有這個偽裝裝置 你可以跟他做同一樣的事情 非常過癮 好了 照樣 都是 先的中 盡量去敵人的後面 去到敵人堆裏面才開回藝裝 我猜這部機都是新手來的 所以 要打他的難度不是太大 好像淫劈一樣 好慘 讓我們起一部機 圍著他 去到這個階段 對面都幾乎是頭頭頂的 有一隻在面前 那 拿中 慢慢過去 但是 又出現多隻 我唯有繞個大圈 繼續拿中 不過這隻近一點 當然是打他 試一下再補這個炮 都是比較難打停的 哎呀 錯了 那就不搞他了 但是我後面有另一隻 其實我要走 我現在在偽裝 那 就叫做避過了他們的耳目 雖然這隻是突擊機 但是要打停他都不是太容易 所以我就選擇打這隻 積根 因為積根這隻 偽裝 有時候都挺難的 而 另外 我試過玩其他 即是 玩這隻 其他回合的時候 我是被人圍罪來打的 很多時候 所以我大部分的時間 我都建議大家先打開這個 這個 那 叫做有些優勢的時候 才打開這個 偽裝 去 圍打對手 真是相當難中 那個 因為我有偽裝的關係 我會在這個 戰狼人的基地 下面 讓人看不到我 才 在下面 浮動 來出現 再躲起來 看到對面開始出人 我都等多一會 去出齊人 剛剛死了一隻 那 還有呢 都是先打了 這個 偽裝 的 嘩 不知道有沒有爆 到 已經 不是很肯定 不過不要緊 那 先圍圍剿 其中一隻 但是 時間 都已經差不多 所以 今場 都是打得相當開心 可能因為 尤其是這隻 支援機 實在 太差了 可以打他四千多 都算是這個 繁勇機 來講 支援機 都能打得幾多 因為他的基地 這支 光刀 是二千七百幾 好 輕輕鬆鬆 可以拿到 第幾 可以拿到 第二 六架裡面 有三架 支援炮火 打爆 好了 來到這裡 希望大家都抽到 因為只剩一日時間 不知道 那 那 因為最近很忙 我都會 盡量和大家 做多些 這些 測試片 因為我這個 細帳號 其實有 幾部機體 包括這個 最強的 500機 精神感應 渣古 六上映 還有 NT1的FA 遲之再試給大家看 好 多謝各位收看 記得like comment subscribe 下次見 拜拜